市民主席的各位期待 不然我真的不申請 深深一駒功道歉 夏普四年內三度賠錢 股價從2013年高點六百多日元 跌到二十四號勝一百六十二日元 兩年跌掉百分之七十四股價 引爆小股東不滿 虧損不見好轉小股東急著提問 夏普屆時代償虧轉贏 鴻海功不可沒 是否考慮讓郭董晶元社長態度軟化 不再投反對票 這回說鴻海沒找他談 不排斥任何的結盟機會 絕對沒有破局 就還要繼續合作嗎 絕對合作 暗示鴻夏戀渴望死灰復燃 其實2012年郭董就有意取得股權 沒想到夏普股價崩跌 商討入股價被拒絕 喜事就此生變 2015年夏普陷入財務危機 郭董再使出入股意願 最新進度夏普一句 不會拒絕鴻海的支援 引發無限想像 原因在於說它的高階的 這個所謂的手機面板賣得並不好 那它自由品牌手機也賣得不好 尋求日本政府的出手 要嘛就是找一個更大的買家 夏普高調施愛 郭董四招帝國渴望壯大 沒想到大陸富士康爆出剝削勞工 輻射導致白血病 官方卻不聞不問 每天每個車間的話 都要經過幾十萬台 成品手機的那些輻射 紅海回應勞工漸減 環境監測依法進行 25號紅海股東會前 正反話題不斷 外界更聚焦 郭台銘談話 Paper開賣就秒殺 機器人電動車布局計畫 如何搶進工業4.0 紅海的轉型方向 股民睜大眼睛就看郭董怎麼說 動森前進新聞 陳敏芳梁梨 Tarro道